孫鹏迪音的儿子孙安佐回到台湾 不到一个月 公开曝光度从没少过 而且都是他自己主动在网路上 PO出近况 不管是健身的影片 晒出日常午餐吃什么 甚至还当起了网友的心灵导师 我安全有为迪音希望儿子低调的态度 有命理老师说 孙安佐在美国和台湾 常常有脱续的状况 让爸妈很头疼 这是因为前世的债造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孙安佐似乎也想寻着网路 成为现在最流行的网红 甚至进入演艺圈 但是命理专家建议 他最好少做某件事 不然反而会伤了自己 一线身机场 孙安佐立刻被媒体包围 虽然身边有六名刑警戒户 戴着电玩游戏的周边毛帽 黑框眼镜的孙安佐 并没有被铐上手铐 两手插着口袋神经 一派轻松 与民众急掌的孙安佐 不像是久居获释的犯错小孩 反倒像是明星归果 会找一个时间 跟男娘说明 好不好 然而不等孙鹏办记者会 孙安佐一回家 马上就闹出新闻 脸书PO军章十字公罩 在YouTube大秀做重训 练肌肉 似乎忘了当初 意图恐攻所惹出的麻烦 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想开工吗 受审时的脱续言行 完全不知道触犯的联邦重罪 在美国可能关到白了少年头 网友戏言 孙鹏夫妇似乎前世欠了孙安佐许多 小萌老师说 前世的孙安佐与迪音是一堆恋人 但因为迪音家境清寒 在酒家工作 卖艺不卖身 也因此遇到前世 是黑道大哥的孙鹏 看到了迪音他觉得 哇 好漂亮 好美艳 好想跟他在一起 才一到大哥知道说 孙安佐跟迪音的关系 于是孙鹏就一直不断地找 孙安佐麻烦 到了这一世 孙安佐制造的麻烦 一桩接着一桩 孙鹏仿佛像是要还前世债 迪音他的家里发生了变故 就是需要钱 于是迪音他就跟黑道大哥讲 他就说不如你借我钱 可是孙鹏就说怎么可能 我可以借你白板借你钱 不然你嫁给我 那迪音迫于无奈 于是就跟孙鹏结婚 小萌老师透露 前世的孙安佐 为了聊情商 离开日本到朝鲜 成了搜集朝鲜情报的干员 后来迪音因为孙鹏太花心 两人前世婚姻 也没有走到最后 离婚之后迪音他就 开始找寻孙安佐的下落 他发觉孙安佐已经 离开日本去的朝鲜了 他伤心得很难过 迪音他就对着 日本神社的神明发誓 他说虽然这一世 我跟你没有办法结为夫妻 就是跟孙安佐 但是我下一世 我一定要跟你变成夫妻 我一定要更爱你 因为前世迪音伤了孙安佐的心 所以这辈子孙安佐也会去伤害 那个迪音的心 现实生活上 这辈子迪音跟孙安佐 并非夫妻 但母子亲密全度 连孙鹏也妒忌 而这回夫妇俩 终于盼到孙安佐回家 一般人都会低调存钱 为何孙安佐反倒 频频利用社区媒体刷存在感呢 孙安佐以我的预测 他会慢慢地进入演艺圈 而且可能会在演艺圈 会有发光发热的一种状态 就是大家开始会忘记 他过去在美国 发生了这些零零种种的事情 反而开始会有很多的节目邀誉 而且开始他自己会炒作自己 返向操作来炒告知名度吗 但舆论风向就像是两面刃 有可能反倒伤了自己 我要帮他抽了一张塔罗牌 叫做赢者牌的正位 那这张牌就是说 只要你比较安静 比较不要出声音 你的运势就可以再起来 如果你一直讲一直讲话 来一直发表你的言论 就开始就会有越来越多人 想要来攻击你 很多人认为孙安佐 是被宠过头的新二代妈宝 而另一个风头不输孙安佐的 则是他 你看你还是包转 到一样的位置啊 不会啊 对对对 他要笑我了 对 他们杀你对不对 不是 不是 我们节目让他停掉了 已经停掉了 在歌唱节目崩溃昏迷 或是情绪不稳在节目上暴走 甚至人中长流 笑容不自然 虞相权这位新二代负面新闻缠身 对于天夫妇无限度包容爱子 命令老师小梦爆料 虞相权的前世反差很大 是一位与官府作对 劫富济贫的义贼 那有一天他正在劫富济贫的时候 他走到一个山上正在要抢夺 营养他就去上来边尿尿 就他尿着尿着就听到 有一个声音很残留 就是喊救命啊救命啊 他一看往下一看才知道说 原来是李亚平 救命大恩也让两人陷入情网 那一天刚好狂风爆点 他们身上也没有饮料 也没有钱 于是他们就路过了一间庙 余祥犬这个时候就去敲门 后来有一个庙宫出来了 因为它是余天 余天就告诉他们说 好啦我收留你们了 你们就进来 这个时候余祥犬 他在里面住了三天 他就发现说 有商机可做 三人决定联手制造神机 原本破旧的小庙 信徒越来越多 当地业巴看上了庞大庙产 或是三人之类令起炉灶 共患难当中 却也衍生了三角恋情 在这个逃走的过程之中 他发现说余天一直照顾他 然后安慰他 他反而觉得说 自己爱上的是余天 后来他们就顺利 又找到了另外一间破旧的庙 把它改建重组之后 又开始一样 就是进行那种 就是一个庙工 然后两个就是造神者 那个时候余祥犬 不可能离开那个庙 不可能离开那个亚平 余祥犬他们就这样子 彼此为难彼此 所以这辈子很奇怪 就是余祥犬 他也会为难着 他的爸爸妈妈 对 就是不好意思 谢谢 对不起 交通违规 与人斗殴 负面事件 一件接着一件 他的命格不适宜 跟他的爸爸讲话太急 因为他们三个不适宜 是有三角关系 所以这辈子 当他妈妈在爱余祥犬的时候 爸爸也会生气 他说你干嘛那么爱他 都是你宠坏的 当爸爸对余祥犬好的时候 妈妈也会出来生气 就说都是你们 年纪都这么大了 对不对 自己什么事情自己负责 向王老师解释 前世余祥犬 对丽亚平有救命之恩 有帮妙公余天赚钱 所以这辈子余建夫妇 花大钱帮助余祥犬自立 而名人二代惹麻烦的 还有蒋家这个人 你们把我拍成跟说成 像一个杀人犯一样 我眼睛会张大 你看我一整天 我金额 你觉得我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我被恐吓威胁跟毁报 蒋友听 我要去买酒喝过 再见 不满媒体偏袒美国学校校方 因恐攻事件 闹上媒体的蒋家第三代 蒋友钦对镜头大吐苦水 即使后来成家 很多网友还是把她跟 问题名二代 八宝画上等号 蒋方自宜 她前世是中国广东神的一个 会练武功的一个女子 然后她的功夫很厉害 很会就是大拳 有一天她生病 找了一个医生来帮她医病 医着医着 蒋方自己竟然爱上那个医生 那医生爱上她 小萌老师说 医生就是蒋友钦的前世 后来两人私奔过程中 发生车祸 蒋友钦坠马 因此摔伤脑部 也带着蒋友钦在身边 然后把她当成家人般的照顾 因为蒋友钦 她在前世去撞到了那个石头 所以她变得有点像小孩子 这辈子来看她很像 也是不太正常 对 时好时坏地 算了面盘一下 发现说她整个要在十年后了 她的时长还有她的运势会比较好 明日第二代虽然有父母光环避孕 却也是压力来源 而前世说法难有科学考据 还是得靠精神努力 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价值 晚ас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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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